2013年11月18日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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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一个独特的女孩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独特 但是也许就像 她在那些网友们眼里 是特别普通大众的脸一样 我在很多人的眼里一定也是普通大众的 但是我希望 在我在乎的人的心里 我是独特的 我之所以说你独特 是因为很少有女孩 会突然在一个公共场所 看见一位男性 突然之间就感觉 等了二十多年的人 再向自己招手 这90后的那位男生 也算得上是帅了 你觉得她有没有能够让你有平静而明媚的感觉 没有 我觉得她的衬衫如果再发生一点 头发再涂点色 感觉就会像理发店走出来的洗剪吹小哥 正因为你就看了我一眼 给我下了一个 类似于洗剪吹组合的定义 现在我在现场所有的观众面前 被大家已经似乎打上了这个印记 你的一个想法就影响到了我 同样的你喜欢这个男孩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通过你的微博 你说的这些话 你寻找他的行为 也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我是真的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找一个人 凭我一己之力 用很传承的方式 是根本没办法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你一见钟情一个人 你用这样的方式到处去找他 甚至是媒体 是否是对被寻找人 有点不尊重和不妥呢 我对这个说法有意义 对那个男孩子 你没造成任何伤害 你都不知姓啥叫啥 家住哪儿的 他给了照片 他给你照片了 他拍了 他拍下来了 那你偷拍人照片 你处于起犯肖像权了 起犯肖像权是未尽本人允许 由于做营业目的的 我不是做营业目的的 你是不是平常不太爱出去 你是宅女吗 一个星期除了购物出去一次 我基本上不出门 我卫生纸都是网购的 那够宅的 家里人有人给你安排相亲 有啊 说下你的标准 至少是本科学历 一米七零以上 工资要比我高 人要有礼貌 孝顺 善良 然后机智 姐妹你好 你好 他在你的择偶标准里头吗 我对那些相亲对象 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喜欢人家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往往在择偶上 这些东西会要求比较高 如果你在这一见中心的男神 来到现场 然后跟你的择偶标准 完全不搭嘎 一点也占不到关系 没关系 你还是会喜欢他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 等了24年 遇见了自己心目当中渴望的男神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要电话 我当时就是看着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美好 但当时我没有想到我要喜欢他 只是偷偷地拍了一下而已 我其实当时挺自卑的 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他好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现在很多观念也不一样了 以前叫女为月即者荣 事为知己者死 现在改了 教女为月即者整容 事为知己者庄